8月19日至8月25日周历 生肖鼠孝傲红榜 三生肖需小心 一周红榜 特别提醒生肖马 恭喜鼠马人登顶 首先很多鼠马人下周的人际感情运很好 尤其是有对象者 容易有温馨感动的体验 比如一场甜蜜的约会 收到对方给的关怀或惊喜 突然盖到有他真好 之类的 会有蛮多粉红泡泡 当然也有些鼠马人比较特殊 是通过别的方式得到情绪上的满足 甚至是自娱自乐 脑补幻想 追星磕CP 吃吃喝喝等 有种专属自己的幸福 而且整体而言 鼠马人下周的生活 不会特别紧绷或者压力大 也很适合随缘随心 闲事度过 生肖猴 鼠猴人下周往往会有蛮多动气 至于怎么动就因人而异了 比如有些鼠猴人会在某方面有变动 或者新的规划打算 有的鼠猴人则会字面意义上的动 运动健身 游玩或者异地出行 但无论怎样 都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活力与趣味 部分鼠猴人下周的人际运势在线 而且容易和靠谱 办事稳妥类型的人打交道 其中一些鼠猴人还会得到对方的助力 也算是与贵人的一种表现方式 少部分鼠猴人下周多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缘分 从事相关职业的更是建议好好把握住 生肖鼠 鼠鼠人下周还在红榜 首先很多鼠鼠人下周在物质现实层面的运势不错 比如工作或者财运可能很旺 尤其工作上 不仅容易出成果 业绩好 虽然也多繁忙 有一定压力 还有得到上司提拔赏识的机会 以及一些鼠鼠人 则会跟大型或者很有实力的公司 机构或者部门打交道 感情上 可能会有动向 比如有桃花心仪之人出现 但有的鼠鼠人对此会态度积极主动 有的则会比较内敛 暂时保持暗恋状态 少部分鼠鼠人 下周会有丰富的吃喝玩乐安排 自身要注意节制哦 一周黑榜 特别提醒生肖鸡人 鼠鸡人下周往往会在工作或者生活上肩负一些责任 扛起担子 比如手头负责的项目增多 面临来自上级长辈的压力等 一些鼠鸡人亦可能身兼多职 来回奔波或者多方跑动和周旋 是蛮操心和辛苦的 再就是一些鼠鸡人下周表达欲会下降 整个人的状态更内收 也容易呈现出心事重重 不够开朗的状态 健康上须紧防过劳带来的身体不适 以及皮肤骨骼方面的病症 好消息是下周忙归忙 却能实际去完成很多事项 并得到应有的收获 生肖兔 鼠兔人又要在黑榜待一周了 摸摸头 首先下周多有支出增加的可能性 以及如果进行大笔的资金挪动前 务必多加理性思考 不要一时脑热或者想得太过乐观 而做出轻率举动 以免因为考虑不周而造成后续的损失 部分鼠兔人则是会有明显的水逆感受 比如沟通交流不畅 或者电子产品卡顿 出故障 还有的鼠兔人则是需要注意心态 容易有摆烂 撂挑子不干了的冲动想法 好消息是下周生活中容易有某个人 或者某个消息出现 给各位鼠兔人鼠兔人带来疗愈与慰藉 鼠虎人 鼠虎人下周常有想法杂而乱的时刻 内心世界也不太平静 严重的也会非常阴谋 敏感而多虑 而且有些鼠虎人的负面情绪 只留给自己默默消化 对外还要假装一切都好 这样憋着实在不好受啊 建议符合上述情况的鼠虎人 学会觉察不良情绪 保持正面 毕竟很多时候你们会把事情想得太过负面了 再者也格外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尤其注意一些慢性病 救急或者因为长期不良习惯而导致的不适 好消息是很多鼠虎人人际情感运势在线 亦可能有聚餐 约会等轻松愉快的安排 其他生肖运势 红 黑榜之外的生肖有 牛 龙 蛇 羊 狗 猪 下周运势都相对中平 生肖牛 鼠牛人下周若有投机取巧或者耍小聪明的心理 记得自我克制下 不要过于大胆和剑走偏锋哦 生肖龙 鼠龙人下周容易经历热闹的场面 比如聚会 参加典礼 吃烧烤路边摊等 部分龙有桃花闪现 至于有无缘分 那就因人而异了 生肖蛇 鼠蛇人下周容易对一些人事物的想法有些轴 建议不要钻牛脚尖 以免陷入思维减防 生肖羊 鼠羊人下周可能会结束掉某个事项 部分羊在事业钱财上还会颇具野心 下周医疗运上线 一些羊会前往医院求医问诊 生肖狗 鼠狗人下周立于稳稳定定 做自己该做的事 认真工作学习 好好生活 整体运势平中有极 生肖猪 鼠猪人下周多有小组团体的活动 或者聚餐 朋友约会的安排 整体运势偏和缓 可较为轻松度过